等不到天黑 不敢凋謝的快 哈嘍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明居家 有許多的歌手離開了百萬調音師後 就啥也不是 但是同樣有些實力派歌手 即使沒有伴奏 聲音還是那麼的動聽 還秒殺眾多的歌手 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他們的清唱吧 中國好聲音冠軍張碧成 他在一檔音樂終於被主犯方要求 清唱他代表著涼涼 不過實力強大的他完全沒在怕的 無伴奏的清唱也能讓人聽得如痴如罪啊 最近張碧成還在中國新歌聲擔任的小導師 還清唱了超華的網絡神曲 熱愛百零度的你 隨便唱唱都能那麼的好聽 超華的笑容 多美麗的甜蜜 八月中的陽光 多美麗搖曰 每年一百零度 那裡你的青春的正流水 你怎麼一百零五啊 你也做二十嗎 一百零五 一零那不也十 一零跟十沒關係 是什麼 必須得唱出來是十 有多遠才能進入你的心 還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也是風雄超能力 說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跡 聚非小天后鄧紫棋 他在一檔選秀節目裡擔任幫唱嘉賓 不過實力不允許啊 終究還是最要演的那一位 你省気 binder 就像世界 你方個奇蹟 XQAino reflecting 我 production 在那裙的零 然後 aluminum tó något 我捲著近 排名 そうですね Jadi 你 节目里清唱了自己的个人单曲 透明 他轻松的表情让人觉得 诶 我也形成一种错觉啊 感觉我遇上你 就像面让遇上狮子 我徘徊在海里 还是爱自己的狮子 咱应该吃 我的时候戴着面具 我对你说的是 我听不明白的言语 让你发出发 没开的你如何 前不久邓子熙在户外演出 庆祝出道13周年 C幕真的好感动啊 在现场与粉丝们一起大合唱 如果有会唱的小伙伴们 不妨一起唱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